你好 歡迎收看10月13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遠歸颱風雖然遠離了不過外圍環球影響 東部強降雨持續的狂冠 氣象局發佈花蓮豪大雨特報 由於雨勢太大了 有致災危險之餘 因此在13號中午 華蓮縣政府宣布下午次停班停課 13號早上7點15分開始 氣象局就發佈花蓮大雷雨國家級警報 水利署也發佈花蓮淹水警戒 由於雨勢過大 有致災之餘 花蓮縣 萬隆湘 瑞瑞湘 玉里鎮 佐西湘 副里湘 一早宣布停班停課 13號一早 花蓮縣長徐生衛前往花蓮縣災疫苑中心 主持防災會議 也透過視訊方式來聽取各鄉證事災害的情況 同時也指示各單位全力協助救災 累積雨量很高 怕我們山區會有土石滑落 那個含水量太高 那我們整個土石又是緩發性 怕它會慢慢滑落下來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現在還可以及時處理 我們先把民眾安置在安全的地方 在這時緊急的時間 好好 好 請那個鄉長 您需要什麼 您在10分鐘內提出來 我們全力來協助 是 好 那如果需要緊密的部分 我們也會協調預理分局 交派人力過去 中央青春局宣布花蓮委豪大禹特報有自在之餘 繼修林鄉 萬隆湘之後 陸續宣布下午停班停課 最後 花蓮縣政府在接近中午的時候宣布 花蓮縣下午停止 上班上課 目前24小時累積雨量最高的是 花蓮縣萬隆湘西陵村457.5毫米 秀雲湘 天翔455.毫米 萬隆湘 泰安44.35毫米 光復湘大峰42.5毫米 記得觀看華視不倒